围炉夜化 今天不仅我们几个跟大家聊聊天 现场还有我的亲人 包括我的母亲 我的舅舅 还有我的乡里乡亲 今天也在现场 你们也聊一聊来到这里的这个感受 我的父母呢 他们小时候其实是东北环境上长大的 我虽然长在那帮 但其实我家的文化是东北文化 小时候也吃酸菜 然后炖菜这些 你知道在我们东北有一句俗语叫 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 所以现在就是小雪的时间 家家户户已经把菜已经腌起来了 我很好奇那个腌菜 现在腌的是那个什么酸菜吗 酸菜 你知道酸菜的琴神是什么 大白菜 我还先给你三个答案你猜 没想到只有一个答案 因为我爱吃 爱吃酸菜 妈 东北过冬都吃什么美食啊 陈树云女士 那是什么条 杀猪菜 杀猪菜 哦 杀猪菜 小金炖蘑菇 冻豆腐炖大白菜 冻豆腐炖大白菜 来 喝杯茶吧 大家也喝杯茶吧 好不好 一到小雪 也就是冬天来了 大家 反正所有的老百姓 我们就开始猫冬了 猫冬 你猜猜猫冬两个字什么意思 是想躲起来 差不多 我们种粮食就遗迹剩下的时间 所有人就都在一起 在一起也不能啥也不说吧 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的 然后对东北的这种幽默的文化啊喜剧的文化就根植在东北人的骨子里了 我刚才理解就是因为太冷了要躲起来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有这么多的 妹妹我一定跟你讲一下 就是猫冬跟冬眠一定是两个 冬眠躲起来啥也别说 一动不动 哈哈哈 猫冬还是有活动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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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